看到屏幕啊 咱们继续 刚刚呢 我给大家验证了一个特点 如果我用了一下copy模块里面这个copy功能 那么最终体现出来的效果是让e 指向了一个新的列表 但是这个列表里边 指向的东西还是指向原来的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其实这就叫做前口碑 怎么理解前口碑啊 我再说一遍 一定要听 一定要理解 不要去试进一遍 什么叫做前口碑 你让我考谁 我考谁 你让我考谁 我考谁 好了 你让我考谁呢 你让我考C OK 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考C了 我去考C的时候就签出了个问题 如果C里边不是普普通的数字 不是普普通的数字 而是这种列表呢 你是把我指向的这个列表拷贝呢 还是不拷贝 请问是不是就有个问题了吧 什么叫前考贝 你让我考C 我就把C里边东西原封不斗 考一份出来 至于里边指向的数据 一点不变 我一点也不考 我只考对上面在藏 那么这就是Copy的功能 实现的 就是签考贝 最终的结论 是不是这里边的东西 还是指向这个 这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还是指向这个了吧 这就是签考贝 这就是签考贝 那么通吗 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有很多种情况 是不是这种时候 意味着数据 只要一改 我这个列表里边是不是也变了呀 我就不想这么做 我就复制 我就把想所有的东西复制完了 怎么做了呢 这就要说接下来的东西 深考贝了 这就叫浅的 和他对应的那哥们 是不是叫深的了吧 那深的怎么理解呢 把Copy换成DeepCopy 就是把我现在选的这个 换成DeepCopy 好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试一下 A1122 好再来一遍 B3344 刚刚没有听清楚的同学 嘴看了 C等于A对Copy 那么接下来要做这件事情 B等于Copy.DeepCopy 不是Copy了 不是Deep的Copy了 是DeepCopy的DeepCopy Copy谁呢 C 首先看最后的结论 IDC IDD 不一样 说明了 一定把C复制了 没错吧 一定把C复制了 那怎么验证 你把C里边指向列表的数据 也要给你Copy了呢 IDC0和IDD0 请问是不是将来 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来 IDC D0 IDD0 是不一样吗 C 是确认 A.Append 我给你加个值 加个55 C 变了 D 没变 请问是不是就说明了 这就是真正的事情拷贝了 我已经拷贝里走了 你接下来爱怎么着怎么着 那就可以了 爱怎么着怎么着就可以了 好 其实这其实就是真考验 把这个图画一下 我这个地方有个列表 这个有个列表 我把这个图再快速的画一下 11有22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33有44 这个位置有个列表 这个位置有个列表 叫做A指向他 B指向他 C指向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指向了他 指向了他 现在是这种情况 对吧 接下来咱们换一个颜色 换个颜色 咱们换成黄色吧 那么接下来D指向一个列表 D指向一个列表 那么不管你这个地方是写的copy还是deep copy 反正他一定会把你费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拷一份 这么说理解了吧 反正我得有个空间 我得重新来一个 这一定有个性空间的 那么区别就在于copy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是deep copy 是copy的时候 他仅仅是你里边写谁 我就复制谁 是不是他指向他 他 是不是指向他了吧 那么D不可为什么意思呢 当我在去考试的时候 我发现他指向这个 我就把他 注意了 我把他复制出来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性的列表 1122 然后呢 让我的这个地方指向这个性列表 然后呢 我又发现了你这个元素指向的又是个列表 我就把你的3344这个列表呢 也复制一份放在这 最后呢 让我这个地方指向他 请问 是不是咱们对中验子 出了这个结果了吧 你把这个给成了11255 那么这里边仅仅是添加了一个55 但是这个里边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添加呀 这样的东西叫做什么呢 深拷贝 有这个感觉了吧 前拷贝就是只拷贝这一个列表就完了 深拷贝是这个列表里面欠套的列表 是不是一两拷贝 这就叫做深拷贝 好来 同学们给大家两分钟 接下来去验证一下 这就是深拷贝啊 验证一下 这就是深拷贝 这就是深拷贝